安省省长韦恩于11月12号 在安省公民移民及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志 省议员黄素美及董涵鹏的陪同下 在万锦市举行华文媒体圆桌会议 总结赴中国经贸访问成果 代表团于10月25号至11月1号 出访了中国上海、南京及北京 这是省长任期内第一次访问中国 维恩表示 此行让他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更明确安省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优势 维恩称 安省在清洁能源、农产品、长者看护 以及教育等方面深具出口潜力 此行双方共签订26项合作协议 以及11个投资计划 这些协议将是双方愿意更深入了解彼此的基础 陈果志是陪同伟恩访问中国的厅长之一 他表示 安省在高质量的空气、水资源条件下培育出的农产品 在中国集聚市场 阿里巴巴集团及零售企业都对此非常感兴趣 安省企业主会到中国商谈合作细节 这次访问很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拿到许个议员的中国来的投资 还有可以参加1800个交业的机会 另外还有将来2015年有两个比较大的团 我们从中国过来 一个叫江苏 江苏明年跟安省的姊妹的关系有30周年 我们跟江苏的领导他们赞同 明年带一个比较大的团队过来 在安省庆祝一个星期 七天 很不错 还有另外一个团 每年三月的时候 在多伦多有个很大的团队的大会 当然有其他的领域 其他的商务还在谈 将来我就感到将来应该 未来一年比较大的中国的商务 应该都有成果的 所以这次去中国去 想象的魅力很火爆 令到我们安省的知名道 提高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中国来的投资 黄苏梅表示 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 他同时肯定中国留学生对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董涵鹏也表示 留学教育也是安省强项 为恩此行吸引来的投资商机 将为安省制造许多就业机会 省长这次出访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这是他第一个出国的访问 他选择在中国 这个新兴的一个经济体 我们知道在这里有70多万的华裔 非常庆幸他做出这个一个明知的选择 今后会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去跟进 来更好的促进双方的贸易 我们有一个安省的贸易厅长是华人陈国志 他在这方面呢 他是专家在前届政府 卖间届政府呢 有帮助省长去促进双方的贸易 他在这方面也非常有经验 那我和黄苏梅议员将也同样出一份 有需要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乐意协助 搞好那个中家关系 安省和中国的关系 来真正的为省民争取一些好的一些benefit 维恩表示 上任省长麦坚迪曾四次访问中国 他与其他省府厅长 今后也会安排更多出访中国的机会 并将邀请姐妹省份江苏的企业来安省考察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